大家好,今天来介绍几个Obsidian显为人知的操作技巧 如果其中有一些技巧你已经知道的话 也请你耐心的看到后面 也许后面会介绍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小技巧 如果你知道一些其他的小技巧的话 也请大家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留下你的分享 感谢各位 我要介绍的第一个技巧就是在大纲面板里面 可以直接来搬动整个段落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第二大象往下移动 就可以按着它把它给拖拉到下方 移动到需要放的位置以后再放开滑鼠左键 它就会移动到下方这个位置里面 这个是可以直接透过大纲面板来整个移动标题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另外在V1.2.3已经有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大纲面板里面的某个标题 直接加到书签面板里面 我现在要把系统功能选单项目给移动到书签里面 我只要按着它不放 然后移动到需要的书签位置再放开 它就会直接移动到对应的位置里面 这个就是V1.2.3增加的新的功能 另外在大纲面板里面 其实也可以用拖拉的方法来形成一个内部的链接 比如说我把这个4.1档案浏览器标题 把它拖拉到目前这个笔记再放开 它会形成一个超链接 到时候我们只要点击这个超链接 它就会移动到这个指定的位置里面 这个就是大纲面板的一些操作的小技巧 在编辑器里面我们可以把游标所在的这一行 按下Ctrl Shift上跟下就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比如说我现在按Ctrl Shift往下 你就可以看到我可以移动目前这一行的位置 这个是Ctrl Shift上跟下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移动整个段落 比如说第二个章节 这个整个段落我先用Shift 把这整个章节的内容给标示起来 那接着我再按Ctrl Shift下 它就可以整个段落的移动了 如果你整个章节段落要移动的话 还是直接从大纲面板里面去移动 会是更快的方法 另外如果你有安装了Code Editor Shortcuts外挂的话 就可以设定一个快捷键 可以在不同的标题里面直接移动 这个命令是叫做 Go to Previous Heading跟Go to Next Heading 只要设置了快捷键以后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快捷键来快速移动 我设置的快捷键是Alt上跟Alt下 因此我只要按下Alt上 就可以往上一直移动 按Alt下就可以在不同的标题之间 一直往下移动 这个就是使用了Code Editor Shortcuts 外挂以后可以增加的快速移动的方法 第三个小技巧是 我们可以直接用滑鼠滚轮 只要点击了滑鼠滚轮 就可以把档案浏览器里面 锁在的这个笔记 直接开启在新的分页 那透过这个方法 就不必再安装Open in New Tab 或者是Opener 这两种外挂了 如果你的滑鼠滚轮是很方便点击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滚轮的方法来开启 比如说我要点击Alt上跟Alt上跟Alt上跟Alt上 这一篇 只要把游标停留在笔记的上面 然后直接点击滑鼠滚轮 它就会直接开启在新的分页里面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点击滑鼠滚轮 来开启笔记的一个方法 要把笔记开启在新的窗壳的方法 以前最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在这一篇笔记上面 它的检视按钮上面直接按下Ctrl跟滑鼠左键 它就会把这一篇也开启在右边的窗壳里面 这个是最常用的一个方法 其实有另外的方法可以直接点击更多选项里面的 Sprite Right或者是Sprite Down 都可以直接再把目前这一篇笔记开启在右边窗壳 或者是下方的窗壳 如果在档案浏览器里面其实有这几种方法可以来使用 在右键的功能表里面 Jumora 12这一篇在右键功能表里面 有一个Open to the Right的选项 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一篇开启在右边的窗壳 那另外的方法是按着Ctrl Alt跟左键 也可以把它开启在右边的窗壳 但是我发现如果使用了Hover Editor的话 有时候不会很稳定的开启在右边的窗壳 而是只会开启一个新的分页在右边的窗壳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方法 那你可以直接按右键 这个是最稳定的方法 另外第三个可以把开启在快速切换里面的笔记 开启在新的窗壳 比如说我希望要开启新单号Buttons这一篇的话 只要按下Ctrl Alt跟左键 它就可以直接开启在右边的窗壳 或者是直接用Ctrl Alt跟Enter 都可以开启在右边的窗壳 如果你使用Another Quick Switcher的话 要开启在右边的窗壳 是点击Ctrl跟I 要开启在下方窗壳是按Ctrl跟减号 其实I就是有一杠的图形 减号是水平的图形 是很方便记忆的两个按键 这个是开启在新窗壳的几个方法 最后要介绍的小技巧是可以把系统的功能表 设定成Apresidian Frame 因为如果设定成Apresidian Frame的话 它就会多增加一些系统的功能表 你如果记不得命令的话 可以直接从系统功能表里面来选择 比如说这个False Reload 点击它了以后 它就会把Apresidian的页面 整个做重新刷新的操作 当然可以从命令面板里面 找到Reload的命令 但是如果忘掉命令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直接从系统功能表里面 来选择的 还有很多其他别的命令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选择 今天就介绍了我所知道的几个 比较少人知道的操作技巧 如果你有其他的技巧的话 也请分享给大家知道 今天就介绍Apresidian的操作技巧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知识 对你在操作Apresidian上有帮助的话 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各位